植物提取物必須兇土服用 保健食法每天兩粒 進階食法每天八粒 眼腹靈能預防視力衰退 改善非蚊症 修補視覺細胞 降低手機藍光對眼睛的傷害 產品查詢熱線55379521 炸發生意 內部有很多能量發生意 有很多能量發生意 或是有很多能量發生意 因為今晚說不完 明晚繼續接著 無所謂 又試一下 欲知事後而何 下回分解 後事事後 說清楚 事後就是一張床 後事就在殯儀館 欲知事後而何 後事而何 後事應該是後事的時候 欲知事後 欲知後事而何 後事 有些話說生後事 你先說 我先說 你先說 讓我休息 我先說 因為今天喉嚨 又來了 喉嚨痕 所以說一下可能會切 是否正經地說一些靈異事 真正靈異事 說這個呢 就說我堂弟弟的經驗 因為我堂弟弟一宅 很多都是做地盤的 原諾拖頭前些 就是那時的村 現在很流行的 拆村 你說頭 拆村 拆村 就起豪宅 他有一天就在七樓那裏做事 還沒建好 正在建 有一段時間還沒進火 還沒好 他就在那裏做事 那天就 都是霧了天氣 陰陰沉沉的 做到 他們地盤那些 很虧的 差不多時間 就能走 大概五點多 那時差不多 他就 差不多 天氣陰陰暗暗的 外面又微微雨 因為他一做 做完上面 做完十樓 做完九樓 做完九樓 做完八樓 八樓 一邊做下去 你沒理由在這裏 一邊做上去 你整天拆上去 很辛苦 你保安巡樓 都是由上面巡下來的 你沒理由由一樓巡上去 又走回下來 但是巡到十樓 已經斷氣了 那他那些事 他在七樓做事 那他那些 很多事 衣服 那些 那些 那些背囊 那些全部在十樓 那裏 那他就 執了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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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工 收工 就走回上去 走回上去 突然之間 就有個女人 即是那些村姑 那些村姑 以前那些村婆 帶那些樑墓 那裏有個洞 很偉大的 遮太陽 遮太陽 以前是耕田擦殃那些 那些草帽 那些沙子 煲啊煲啊 那些小船風民設郎那些 還有這個 我們最出名的那個 農民客棧 大陸 是啊 那他 一件刷身 如果 他就上去就下 那 第一感覺 地盤女工 集工 一個就 咦 他第一感覺就是 地盤女工 集工來的 就沒有為意 這樣 一過了 突然之間 有個小孩 媽媽 我們搬去哪裏 哦 是啊 他有個小孩 媽媽我們搬去哪裏 即是 先問問你 那他上 那個 見到一個尖菇落 是的 那小孩在哪裏 他是見不到那個小孩的 聽到聲音 但是一過了 大家驚了之後 一過了 嗯 一過了 他都不為意 都是一直都沒有留意 這個是 村姑是 其實是整天想著是 那些 地盤女工 地盤女工 那一過了 就有個小孩 媽媽 我們搬去哪裏 他會馬上回頭 是 沒有小孩 連那個村姑都沒有了 都不見了 是 那他 跟著就 你說頭吧 聯想到 喂 是 地盤女工 現在哪裏 地盤的薩工 不是穿安全 戴了安全帽 都是戴了安全帽 都是戴了安全帽 對 還有一個 好像幾十年前 那些 在和田那裏擦殃 那些裝扮 哦 那他就覺得奇怪了 他已經走到八樓了 真是 真是 想到這件事 很奇怪 有小孩的聲音 那他就 馬上走快兩步 就走回到十樓 因為那些地盤 即是未建好 四通八達 周圍都看到他 如果走出 走上十樓 他放在工具 那些地方 那些衣服 那些 封衣服 那些 背囊 那些位 他就可以在那個 露台那裏 看不到下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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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已經到八樓 再上九樓 十樓 就一定快 那個女人 從七樓 下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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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要出那個 那個 那時候未建好 外面都是泥地 但那裏有個康間 有個康間 但凡是人出入 都一定要經過那裡 他走快兩步 走上十樓 就在那裏看下去 一路看了十幾分鐘 都沒有人出去 都沒有人出去 只見到康間在那裏 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那看了十幾分鐘 他照計的時間 應該是走到下去 如果他是女工 就每晚都可以下去 每晚都可以下去 都可以下去 他大概逗留了十幾分鐘 他就走了 下去了 就問那個康間 他說 喂 你有沒有見到一個女人 這樣裝束 裝扮 他說沒有啊 我經常都走來走去 都沒見過 有一個女人 在上面出來 他就在那裏想 會不會現在那些人 收那些屋 收那些地 起樓 可能這兩個 這兩個帽子 可能是那些村 那些屋裡的家軌 被他拆了村 拆了村 那牠長期在那裏 變成是無主孤雲 不知道去哪裏 可能搬去哪裏 可能他又進來這裏看 看這些豪宅 可能又不適合他住 那他走呢 走的時候 就聽到那個小孩子的聲音 媽媽 其實我不知道 他說 我們究竟搬去哪裏 還是搬去哪裏 穿雷尺 可能大概是那裏 那你現在說對這個 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 這個是網友提供的 我想我都不記得很多成了 大概 最主要是什麼呢 我說的是地點 新界 新界 粉嶺火車站 在粉嶺火車站 這個世界是這樣 你逢是有這些公共 大型的公共交通 旁邊就一定是蓋好樓 就像西鐵一樣 對 沒錯 一定是蓋好樓 大概20年前 新屋入伙 住了一輪 這樣就 就有養狗的 這個網友就很喜歡小動物 我和你這麼有愛心 爆了鵬 都不知道蛇那隻 爆到蛇 滿蛇 是 愛心爆了 嗯 這樣他就住 沒有東西 那住一下住一下 就發覺有什麼問題呢 他晚上那些狗呢 就不出廳 平時就出去的 嗯 突然間那些狗呢 就很害怕 不是一隻喔 嗯 可能是幾隻喔 就很害怕 嘻嘻硬硬硬硬 夾著尾巴呢 就走進房間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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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就是這樣了 日後呢 就鬼打沒那麼精神 滾大隻眼 四圍跳跳 窄那些 玩具狗那類的 嗯 那你 有一張床的嘛 這裡有個空位 才埋窗 那些房間比較大 那些 那些狗要跳 你把床在窗邊這裏 就縮在那裏 那一晚都不用指望 他動的了 嗯 你發覺他就總是有些東西 總是有些東西 總是害怕 不知道害怕什麼 但是你的心就沒有想到 這些東西 嗯 完全沒有 那突然間就開始有東西了 但是那些狗也不出聲 人不知道有東西 那些狗也不出聲 因為太過害怕 你不要以為那些狗很大膽 那些狗膽來的 沒有的 那聽到那個廳外面呢 就只有目不出聲 所以有東西要塵 … … 你不是 Dinja 全部都在房間 你不只是想到什麼 例如mpf 咦?為何會有這樣的聲音? 開門出去看看 門口外面? 不是,是廳,是睡房的 有沒有痕?如果真的有痕? 沒有 但全屋只有那個位置有木板 只是歪的聲音 歪的牆的聲音就不一樣 歪的那個位置的聲音就不一樣 歪的聲音,如果歪的木板 歪的聲音,初初都不要理他 又回到睡覺 又響 今天教育,明晚又來過 不知道玩到何時 然後怎樣? 我忘記了網友說是怎樣的 就不關那些師傅事 有些老人家跟我們說的 他說為何這樣呢? 訓練火車站對面和石 基本上你所有新樓起好 有些老人家都在動肚子 雖然你這裏入了火 你的窗口對面都在動肚子 於是乎 原本在這裏的那些 就變成了四散 四圍走 你要給耐心 要不搞他 因為他只是爛爛爛爛的 譬如對你的人沒什麼傷害 或者他只不過是讓你知道我在 或者他又不害怕 但是狗又很害怕 他看到的 可能看到的 或者感應得特別厲害 這樣就 如果他沒有搞你的 不要理他 有他 這樣就一直到他窗口外面 那些動肚子或者什麼東西 全部修復了 之後呢 這樣就沒有了這些東西 有時候我們說這些 就不用說很緊張 很刺激的 就是曾經發生過的事情 這個網友一聽到我說 再重新做這個節目 就立刻就 提供意見 因為他也是見過 有一次那麼大把 這個年輕人 可能當時是小孩子吧 現在很大了 二十年而已 二十多歲 那時候他曾經經歷過這些事情 聽過這些聲音 到時候別人就告訴他 你前面弄好了 以後應該就沒有了 然後到現在 都沒有見過 又沒有聽過聲音 可能就跟 你剛剛說起那裏 跟動肚子有關係 可能真的是 不知道搬到哪裏 就是他們本身在那裏那麼久 是 就是你突然霸佔了他們的地方 又翻肚 又拆掉別人的屋 拆掉它可能 它是那家屋的家軌來的 那那些 那些商人收了別人的地 收了別人的屋 拆掉了 他們就變了 不知道去哪裏 毛主孤魂 那他就周圍去 就是看看哪裏有地方適合 落腳 哪裏找來找都找不到 那這裏就早早 差幾十秒就不要扔波鐘 那我們跟著就回來再說 好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屍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